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安德鲁 你看没看见姐姐呀 嗨 姐姐 看见了 兰迪在戏里面是我女儿 姐姐可想你了 我更想你 我们家庭比较特殊 就是爸爸妈妈离异了 妈妈带着我长大 你们俩谁跟谁先提的离婚 我自己的家庭就是这么一个家庭 你们俩要离婚的时候 就没想象我 所以我只是利用这次创作机会 揉在这个角色里表达一下 早点回来 很现实的一个社会现象就是 有的家长就是随着孩子的清晨期的到来 慢慢地跟孩子变得一段诗语 聊不到一块去了 我觉得你对大人有偏定 那是因为你们大人不说实话 其实人和人之间在去表达爱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出现障碍 是你不想跟我聊天 你真以为我是给猫打电话呢 那这只猫 就像是一座沟通的窗口吧 你当我十岁啊 明明是你大的地 它通过一只 这个它宠爱的猫 学会了爱 学会了去表达爱 李老师就不用说了 大神秘一样的表演艺术家 他真的是给这个角色 增加了很多意想不到的这种魅力 就先按这条部分 再说 嗯 不按那个 嗯 差不多 哈哈 肯定有效 这个时候就不让观众觉得你太明白 当你真的跟父亲谈话的时候 其实你早就明白 能留一点 真的就像是 把我当作是他自己的一个小女儿一样 然后教我 对 这一条特别好 你本来那一瞬间完全是自然的 然后有一点难过 其实最后我们那个是最大的 那这场戏印象比较深刻 当我带着感情进入角色之后 我看到兰迪给我的反馈 是对的 是可以刺激到我的 爸爸给我的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 他和爸爸之间可能会有一点点小的隔阂 但是两个人还是很爱对方 他们在屏幕中那么真挚地去爱 真挚地去分享那一份对对方的需要 心是暖暖的 心是满的 女闺女是那么不讲道理的人吗 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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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跟爸爸讲理 大本店